中国语谈第一女神,报照晒恩爱,网友直呼心碎,语谈第八对情侣诞生了在国内最大的羽毛球论坛,有网友晒出被誉为中国羽毛球第一女神的李瑶与男友的亲密合照,引发热议,不少球迷直呼心碎,最近一段时间,李瑶在羽毛球圈子的热度持续走高,被不少球迷奉为女神,在哭酒前的一个网络挑选活动中, 她更是战胜了国语女双名将黄亚琼,前世界冠军王世贤等美女,一举获得了中国羽毛球最美女将的称号,来自北京羽毛球队的她,如今虽然已经淡出赛场,但仍凭借着高颜值,以及独特的气质吸引了不少粉丝,被盛赞美得动人心魄,确实很漂亮啊,不白貌美细致吐重,不过,就像上面提到的黄亚琼, 王世贤一样,李瑶也已经找到了一中人,她的男朋友同样是一名羽毛球运动员,名叫七双双,主攻男子双打项目,来自北京队,2017年第十三届天津全运会,由林丹和张南两位大满贯得主领衔, 刘雨晨和乔斌等新老国手压阵的北京羽毛球队一举夺得男团冠军,出任第二双打的七双双如愿随队登顶,四年坚持终于圆梦,眼看偶像居然恋爱了,不少球迷直呼心碎, 天啊,女神居然有男朋友了,不能接受,我反对这门亲事,打击来得太快,七双双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啊, 当然,也有不少网友给两人送上了,祝福,很甜蜜,郎才女貌,班佩啊,男帅女美, 当然,也有不少网友给两人送上了祝福,很甜蜜,郎才女貌,班佩啊,男帅女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